不只关心劳工的权益 光光建设的维护也应该要得到重视 台中的自行车道网络完善 加上风景一人 所以不论是平日或价值 都吸引了许多民众来骑程 而长达14公里的台亚神自行车道 是热门的路线之一 不过这靠近崇德路桥的木栈道 新建有10年了 早就是不堪风吹日晒而变形腐坏 这木头更是松动不牢固 导致自行车经过都会产生噪音 让地方是难以诊寿 索性经过地方名单的争取 市府要投注600万以新工法来诊件 预计今年2月份就可以完工 蓝亭白云好天气 有许多民众都喜欢来到台亚神自行车道骑单车 享受悠闲的时光 不过对附近民众来说 却成了一种噪音的困扰 它这个冷瘦肉杖 木板的话经过这个冷瘦肉杖 它会产生一个变形 而且那时候它那个钉子 全部是用那个铁做的 经过长时间的话 这个铁都生锈了 你说说要锁的话也锁不住 高进重登路桥坡段有127公尺长 是以整木铺设 这10年来不堪风吹日晒 跟大量的车辆使用 木头已经腐坏松动 更产生了严重的高低落差 虽然管理局已经多次补强 不过就像是贴上了狗皮膏药 不美观 噪音也没有得到改善 那个木板很快就会变形 会变形就会造成它的凸起 其实假装车过去 会造成危险 还有在行走的时候 会去踢到会跌倒 接过民众的反应 地方民带上是否争取经费来改善 要求重新施作 以新工法彻底的解决问题 我们会在刚才底下 再垫一个小梁 那个木材的一个材料 那直接让这个木板 可以锁在木材上 这样子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段木栈道 要投入600万的经费整建 预计今年2月份就可以完工 不只可以改善地方 长久以来的噪音问题 也提升自行车道的环境品质 就距离这样台中采访不到 就距离这样台中采访不到